南韓首爾民動街頭逐漸恢復往日繁榮 隨著中國政府宣布 開放團客前往南韓旅遊 民動各地重新擺出中文標示 店家忙著招募中國籍 或是會說中文的員工 統計結果顯示 上半年訪韓的中國旅客 達到55萬人次 雖然呈現恢復趨勢 和2016年的807萬人相比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業績高度依賴陸客的免稅店 也緊急增加在中國當地的行銷宣傳 部分漫廠還開設 中國人專用電梯和VIP服務台 2017年3月 因為南韓部署SAD系統 中國下令禁止公民前往南韓團體旅遊 時隔六年半終於解除禁令 中國當地旅行社紛紛紛上架旅遊套裝行程 同一時間因為新冠疫情大流行 中斷的韓中國籍客輪運輸 也在三年七個月後重新開通 人川港和平澤港現有的15條韓中渡輪航線 其中一部分重新再客 一週三次往返人川和中國危害 以及青島等地 人川港國際渡輪旅客 在疫情前的二零一九年 達到一百零二萬七千多名 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爆發後 當年度只有四萬八千多名旅客 就被迫中斷營運 路客回歸讓相關業者非常期待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樂觀看待 韓中航線陸續重啟加開 南韓旅遊業界期盼 路客人潮帶來前潮 但也擔心路客帶來的副作用 南韓媒體建議當局 制定更周詳的方案 因應變化無常的中國政策 避免薩德事件重演 TVBS新聞綜合報導